赫威托雷洗手小螃蟹 全台串联玩艺术台东场 8月27号上午 由小螃蟹艺术教育系统授权教师多多老师 以绘本中的内容带领幼儿活动肢体 以艺术家公式包内所提供的素材 引导启发孩子们的想象与创作能量 其实今天看到孩子们就是 会用他们很多的想象力 比如说他可以用一条长长的绳子 然后他可以卷啊 他可以折啊 他可以把它做很多的一些装饰 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样 对然后其实有小朋友 他们也还是会用一些水彩的创作 比如说他可以 他会用水彩 然后把赫威托雷爷爷的一些创作 然后也把它放在白色的纸上面 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很漂亮的一个花园 对然后在剩下的话 就是会用一些赫威托雷 他里面的公式包里面的一个那个胶片 然后再把它做一些小小的点缀 比如说他可以变成房子啊 或者是变成他的衣服啊 等等之类的 就让小朋友们自己再去做更多的发想 小朋友其实可以在这里面呢 学到就是一些想象力的部分 还有创造力的部分 因为刚刚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有提到 排列是对在创造力里面来讲 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他可以做很多的排列的话 他的想象跟创造会有更多更多的刺激 跟更多更多的一些火花出来 对因为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互动的机会 所以这个孩子跟这个孩子 他想要排列的方式 他们可以做不同的讨论 甚至是说不用讨论 他就直接堆叠上去 他可能觉得 我做的很像学校的钟 可能我觉得很像房子上面出现了太阳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 他们两个人去做一些相互交错的堆叠的时候 就会产生不同的火花 一个小时的课程很快就结束 幼儿欲罢不能 在旁陪同的几位家长 对于孩子们在课程当中的尝试与探索感到喜悦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小朋友就是 让小朋友有创作的那个一个地方 空间啊 然后就是也不用怕在家里会弄脏弄坏 然后在这边的话就可以很放心 就让他们去创作这样子 我就可以在旁边休息 所以我也很开心 觉得很开心啊 小朋友就是认识很多色彩 然后还有学到用不同的素材画画 其实我们是第一次参加多多少色课 那我之前就常常听到多多少课 因为我们都是幼教的人 那我们家小孩其实是蛮有界限的 所以我看到一个可以这样子挥洒的课程 我就想说啊都要上小一了 没有办法像在幼儿园那么自在 我们就赶快报名 那我看他今天也可以很自然的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虽然说老师有观察到 好像他不太敢采颜料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想要破坏别人的规则 可是他在自己做的时候 他也还蛮能够保留那个脏脏的点 那我觉得这就是他一个还蛮大的一个不一样 因为在家里弄到脏脏 他就觉得不舒服或是不可以 那他今天很开心这样子 很多孩子们喜欢听多多老师讲故事 爸爸妈妈们都知道 只是难得看见他带领艺术教育启发课程 家长们如果有兴趣 可以带着孩子们尝试看看喔 台东所在 综合报导 Sky 打 его 优优促